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星期三晚繼續開始 今晚我們有瑞信的代表何啟聰 跟我們一起聊的 Ivan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港股今天看到一些風格撤換的情況 就是最近當炒的中特股那些股份 有些都出現回吐 反而超賣的科技股就有一點點的回升 所以在指數方面就看到恒指今天低開7點 早段看到19,880點 全是最高位之後就掉頭下跌 上週最低看到19,697點 最多曾經跌過171點 收視報19,762點 跌106點 跌0.5% 成交就縮回去只有988億的 國指因為那些中字頭的股份 今天都有回吐了 所以國指跌幅就是0.8% 比恒指跌幅大的 收視報6683點 跌52點 至於科技呢 今天就反而是逆流上升 科技收報38812點 升13點 升0.3% 想問一下Ivan指數牛鴻正的資金流 那有什麼變化系統呢? 是啊 今天繼續都有些資金入場 就是做一些好倉的保存 昨天來講 看到大市是比較大的 已經吸引了過億的錢 就入場去買好倉就反彈了 那接下來 剛才阿師傅你提到的 就是有個風格切換 就是看到之前可能是走勢比較弱的 比較超賣的一些科技股 就是有個反彈 中特股的話 今天就有些回吐 這個趨勢是不是得而持續的話 我想大家都會看今晚 美國的CPI方面的數據 如果CPI繼續是高於預期的話 可能在科技股反彈過後 仍然都會繼續有壓力 因為大家可能擔心美國的利率 繼續都會有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一段的時間 但是相反 如果那個通脹的壓力 是稍微舒緩的話 這個就會有利科技股 做一個超賣後的反彈 到時就看回那個中特股 究竟在什麼水平是可以回穩 從時如果那個科技股 是有了一步的反彈的時候 又有利的港股可以試兩萬點的水平 正如之前師傅這兩天都提到 指數上來說 走勢還是比較飄乎 看回19500是一個短期的技術支持位 還沒跌穿的時候的話 可能都是維持一個飄乎反復上落的格局 是的 都是忽上忽下的格局 看回中特股 我們先看這些內銀 建行今天的股價都回跌超過2% 最低限是5.41 收就收5.45元 建行方面它的卵證資金流 有沒有看到多了還是少了呢? 是的 建行的話其實都有少量的資金 今天進場去做好倉 其實昨天看到下午的股價開始回吐的話 就吸引了多了一些資金 就注意一些內銀的卵證 今天就看到中特股方面回吐持續的話 也都看到建行或者就是中行 這些內銀股方面的call 也是多了投資者去注意的 不過密切留意著 除了整個中特股 究竟那個資金流之外的話 也都可以留意北水方面的部署 因為看到昨天那些內銀股上升的時候 反而就是北水方面來說的話 就是趁高估的 但是稍後如果看到這些內銀股回落的時候的話 不妨就看一看究竟那些內銀股 會不會又重新見到那些資金流入 我想問Ivan 內銀股方面的卵證 有沒有多了一些資金去留意呢? 因為見到今天內銀股都有一定的 內銀股都有一定的回吐幅度的 好像一隻國獸一樣 低位曾經跌穿過15元 最低見到14至9號二收就收15元八仙 跌了4號二跌幅2.7%的 那些卵證看到那些資金有什麼部署呢? 是啊 其實內銀股方面來說的話 都多了投資者入場做一些好創的部署 好像譬如說看一隻平保 或者看一隻國獸來講的話 因為終於都看到一些回吐了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都有些資金就入場去鬧貨的 那國獸方面來講的話 看到它的股價都回到15元左右的水平 也是一個短期的技術支持的位置 因為之前看到它的股價就是 上了15元之後的話就轉一步抽升 接下來如果這次的後抽是 試回15元的支持而守得穩的話 如果之前一直都是 如果不是很感高追的朋友的時候 就是可以留意這個水平的支持力 中移動股價今天都有回吐的壓力 最低到67.15元收就收到67.15元 跌5元跌0.7元 它卵政的資金流有什麼變化呢? 是的 如果你看回這個中移動的話 今天的股價都是跟隨一種的中特股 有一個回落 不過相對的那個回落的幅度 其實都不算太大了 暫時都是繼續在67、68元 大概20千線附近的水平 叫做守住 接下來都要看回 明天美國出現那個CPI的數據之後的話 究竟那個環球股市是 會在出現數據之後的話 再進一步下跌 但是會跌穿這個19,500 還是數據是出得好過市場預期 而有利回市場反彈 如果是後者的話 其實看回市場可能都會繼續 然後再衝進去一些中特股的概念 也可以再參考一些中移動的林鄭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說後市 就是大市跌積了19,500這個水平的時候的話 那就寧願讓那個調整可能深一些 去到中移動方面來看 可能比如說大概6、6元這些水平的時候的話 屆時再考慮是不是做了庫存 嗯 科子今天就升0.3% 其中阿里巴巴的股價都 都在逆流上升的 低位其實就再穿過80元 最低見到78.8元 但是收市就上80元2號 升7.5元升幅接近1% 阿里巴巴的卵值有沒有看到多番資金流入呢 是啊 其實今天阿里巴巴的卵值就相當比較淡靜一些的 因為先前在大概80元附近的水平的話 其實都不斷看到有投資者入場的了 今天下午看到阿里巴巴的股價就是能夠由跌轉升 似乎在這個大概78到79元的水平的話 短線是獲得一個技術支持的 如果看好就覺得阿里巴巴的股價是可以 站穩80元的 反彈上來講的話想看高一點的水平 可以先留意一些比較貼價的冷靜 因為畢竟整體科技股短線 雖然可能有一個技術反彈 但是那個反彈的力度來講的話 暫時都未必見到一個很大的動力出現著 美團今天的最低價看到126.6元 迫近4月13日的低位126.5元 收市就收報129元 跌了過三跌幅接近1% 他的卵證又看到資金怎樣暴存呢? 美團的話其實看到它的股價 今天收市價格跌穿了130元 不過和近期的支持位 挨近128元左右的水平 還有少許的差距 也都是如果說短期來講 它的股價是可以手穩 而隨之迎來整體科技股是有一個反彈的話 可以看反彈的幅度 會不會可以試回136元、137元左右的水平 但是如果說接下來 徵世大股繼續下行的話 就要小心跌穿近期的低位了 嗯 最後就看港交所 今天的指數又跌了 成交又縮了 一千億不到 港交所的股價都是繼續 陰跌這樣的走勢的 最低見到310.04元 收率就收312.8元 跌了3.2元 跌幅1% 港交所的卵證 他們看到的資金有什麼暴存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港交所的卵證的話 就看到近期曾經就看到有些資金 就是入場去薄反彈 不過隨著大市的成交繼續低走 和港交所其實近期就展現了一個 是跟電不跟聲的形態之後 開始都看到有些好倉的止洩的情況 昨天就看到有些資金是流出的好倉 看回大市暫時都還是走勢上面比較疲弱一些的話 都要慎防港交所後市的股價 會不會進一步下市300元的大關 可以考慮做一些厚高沽的部署 或者如果是真的想看好的時候的話 工具上來講 適宜選一些比較保守的產品 比如說中距離的牛證 或者是比較貼價的call 嗯 好 講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 師傅 看回大市 今天都是繼續走走的 在美國出這個CPI送給前夕的時候的話 看到比較特別的情況 就是下午的時候看到資金輪胀了 中特股的跌方是擴大了 反而看到部分的科技股 下午是有一個反彈的 後市你怎麼看呢? 恆子今天又曾經是下破過250天線 250天線在19705點的位置 今天恆子最低就看到196、197 不過呢 收呢 都仍然收在250天線以上的 那如果美國今晚那個的通脹數據 是不是說就是做得差的 不是說就是顯示通脹又再升的話呢 那恆子可能都會好像之前兩次 下市下破250天線 但是有驚無險 跟著呢 就回升了 所以就看今晚美國的數據呢 還有條250天線那個的 最終是否可以守得住 但是如果要守的話呢 下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會看一萬九千五百二那個的支持位 紫蘇牛紅證方面我們可以怎樣部署一下? 是啊 那如果說就是看這個 紫蘇牛紅證的產品的話呢 看好的話可以留意到油證的選擇有54600 收回價一萬八千八百點 一萬對一牛證 公關比率提供有大概20倍 紅證方面選擇有25224 收回價兩萬九百七十八點 一萬對一紅證 公關比率提供有大概是15倍左右的 嗯 那些中概股今天就出現 終於出現個回吐了 之前呢 股價強勢的時候 一直都有很多網友問我們 建築在什麼位置買得啊 國首在什麼位置買得啊 我都提他們就說 他們短期的股價呢 拋離這條十天線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最好等它回到十天線的時候才考慮買了 那看到今天的建行呢 最低價看到五個四毫一 都接近那條十天線 那條十天線就在五個三毫半那些的位置的 那如果跌近十天線 又想選一些看好的產品可以怎麼選呢? 是啊 那如果你看看建行的話 今天的股價就有比較大幅度的回落 那中大股方面來說的話 似乎熱炒過後 開始就是有一個後週的情況 那我們先看譬如建行 這個股價的話呢 今天陰足回落的話 其實就是十天線現在在五個三毫半那些水平 如果說短期的十天線 想做一些後低級的部署呢 當然可以留意建行的認證 14672 14672這隻建行call 行洗價五個七毫一 今年的11月份到期的call 這個call 給到實際公關比率大概九點二倍了 嗯 郭秀呢 今天就最低變到14.92 收十五元零八仙 其實它今天那個低位呢 都曾經是略為跌穿條十天線的 十天線就在十五元零四仙那些的位置 那你看一下這個十天線 是不是好像之前兩個星期那樣 碰一碰十天線呢 就馬上回升它的卵證可以怎樣選擇呢 好啊 沒錯 那些中特股的話 那開始出現回套了 內顯板塊的話 其實就先前也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季度業績去支持的 如果說看好 覺得國壽這次的後秋在這個十天線附近 或者十五元這個齊頭關口附近的話 可以找到一個支持的話 可以留意一隻長新的國壽call 編號就是14371 14371這隻國壽call 行使價就是16.9 今年的年底到期call 這個call給到實際官員大概6.1倍了 中移動的十天和二十天線都比較接近的 所以看回近期呢 它每次下試十天線的時候呢 都會試了那條二十天線的支持呢 好像今個月初呢 就曾經是在5月3號和5月4號兩天呢 都曾經是略為下破過那條二十天線 不過就有驚無險地站穩在那條二十天線以上 今天呢 中移動最低見到六十天線的一毛半 也都是曾經跌穿條二十天線六十七個六 收呢就收六十七個六半呢 最後收在二十天線以上的 中移動的卵證我們可以怎麼選呢 是的 那中移動的話呢 其實看到那個股價的話呢 都是再次突破不到七十塊之後呢 出現回吐 不過回吐呢 正如師傅剛才所說的 十天二十天線附近的話呢 其實暫時都是找到一個支持 但是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它的股價由阻力位回到十天線二十天線 幅度暫時不是太大 萬一大市繼續下行的話 有機會就是今次穿穿那個二十天線 就去到低一點的水平 都未定 下一級的那個支持位 就在大概六十六塊 也都是今次那個上市七十塊之前的起步店附近 這個也是 我想如果做一些好倉的時候的話 可以留意著一個短線的支持位的參考 但是如果說這個位置也是手得穩的話 那就看回它的股價 是不是可以延續上升趨勢呢 如果看好的朋友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中移動的研究證就是有一個14676 14676就是中移動的call 行使價75元 今年九月底到期的call 這個call給到那個的實際共產比率 就有大概10.8倍左右了 嗯 阿里巴巴昨天和今天呢 都繼續是創了近一個多月的低位 今天最低見到78.8 不過它的九天相對強行指數R sign 就有開始有少少的底背池出現的 那如果要選它的卵證可以怎麼選呢 是 那就阿里巴巴方面來講的話 看到這個股價呢 這幾天呢 都是在80元附近的水平增持 曾經都是跌穿了80元 昨天收市價是低於80元 今天就叫做稍稍跌穿昨天的低位之後的話 收市價從上到80元的樓上 接下來看回美國方面的CPI的數據 對於美式後向的啟示 那如果挨進一些水平 覺得它的孤額有機會是減輕的 那想做一些好倉的部署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也有一個比較貼價的長新的阿里Call 26662這隻Call 26662這隻的阿里Call 行使價86.93元 今年10月底到期Call 這個Call 給了實際槓桿 給了大概4.6倍左右的26662這隻阿里Call 那或者可以留意一隻牛證的產品選擇 59742 59742這隻的阿里牛證 收回價就是66元 供價比率提供有大概是4.6倍的 嗯 美團今天最低價 見過126.6 逼近4月13日的低位126.5的 留意會不會跌穿126.5 如果跌穿126.5的話 下一個支持位就是124 再下就是122 美團的倫值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啊 今天見過一個股價 收市價格已經跌穿了130元 但是呢 日中其實都是曾經見過低一點的水平 不過在下午的走勢似乎就是有所轉好 接下來如果說看好覺得美團的股價那個走勢上面 可以延續今天下午的強勢的話 可以參考美團的Call有14782 14782行使價就是150元一毫子 今年9月底到期Call這個Call 給到的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4倍 但是如果說今次的股價是 就是未能夠重上到130元 或者就是明天的大股價繼續下行的話 而美團最終再次實施今天的低位的話 戒指可以留意回應股證就是有14669 14669這一隻就是美團的Port 行使的是112.7 今年8月底到期的Port 這個Port給到的實際槓桿比率 就是有大概5.2倍左右了 嗯 港交所今天的股價最低 看到310.04 迫近2月尾那個低位308.5的 那要留意會不會跌穿這個低位308.5 如果跌穿就可能進一步要下市 300元的支持 那它的卵證可以怎樣暴轉呢? 是啊 港交所的股價 都是近期比較疲弱 還有就是過去幾天的時候 也都曾經出現一些日子 或者是跟跌不跟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要繼續留意回 就是整個市況的氣氛 如果說都是一個比較淡靜成交 都是比較低迷的話 不排除是持久向下市 300元的一個大罐 那如果說看淡的朋友的時候的話 可以留意回應股證的選擇就是有一個 14332 港交所Port 14332 行使價2996號8 今年7月底到期的Port 這個Port給到實際的槓桿比率有大概9.2倍 看看有沒有機會 稍後有一個日價來的機會 如果看好的朋友 想後低部署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些中距離的牛證的選擇 可以參考一隻收回價 Ivan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我也沒有的 今晚多謝大家收聽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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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聽完師傅和Ivan的推介之後 今晚師傅推介什麼股份呢 師傅說一下給大家去猜一下 給我們一些時間空間 是什麼板塊的 農業板塊 農業板塊 化肥股 因為昨晚講過297 接著 我們還順帶看中海石油化學 還有一隻 心連心 兩隻 師傅會怎樣選擇呢 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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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你就猜我會怎樣選擇呢 如果就這樣看 297 今天就在做奇形的 至於中國心連心 今天 準備突破250天移動平均線了 不過昨晚聽完師傅這樣說 應該中海石油化學 機會就大一些了 中海石油化學 就是3983 他又做奇形 也都是在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 我觉得3983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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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旗報》都做了兩天 可能口氣的時間會短一點 所以我最後選了中化化肥297 基本面當年都看到它近年堅持創新引領 聚焦一些差異化和產業提質增效的重點戰略 以及積極推進生物肥料加土養健康的戰略轉型 通過研發一些創新提高化肥養份利用率 降碳減排和促進土養健康的發展 今年第一季度它們都公佈了第一季度業績 實現營業收入66億0500萬人民幣 淨利潤有4億9100萬增長和去年同期比較增長19% 主要受益於生物肥料加土養健康戰略的轉型 和差異化產品組合銷量持續增長 帶動毛利和淨利潤穩步提升 它們都圍繞核心的作物 增加土養健康這兩個痛點 通過肥药套餐推廣和全程跟蹤服務 為農戶提供專業的解決方案 也不斷提升自身技術服務能力和營銷推廣水平 重點打造高端經濟作物類的單品 和高性價比糧食作物類的單品 還有它們在生物刺激素和微生物技術產品 都取得突破的 核心單品的市場競爭力就大幅提升 而銷售方面就持續拓展多元化渠道 和系統提升技術服務能力 直供零售商、大型種植公司、特別渠道等等 客戶的銷量佔比是超過營業收入的六成 因為直供的話利潤率又再高一些 它們都持續推進作物營養研發能力建設 和中國農科院等等的科研機構合作 依托國家級的研發平台 初步構建形成生物技術 土壤健康和養份高效的研發體系 多過生物製劑和BioPlus肥料產品都取得突破的 另一方面它們都致力完善綠色種植服務模式 持續提升產品數字化水平和科技內涵 通過科學配備、差異化配方和流程簡化等等方式 幫助種植戶降低生產成本的同事 也減少碳排放 提升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 建議賣入價是1.12元 目標價是1.26元 只設為1.07元 以上講到股粉師傅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的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